第1236集 北于元王一脉的老祖宗 再差一步就成为了史上的第六位元天师 结果晚年发生了不祥 在两年前的一个深夜 各种哀嚎声以及鬼哭音响彻他们家族 那位老祖宗消失 我父亲被请去帮忙推演 结果在那个深夜 两个孩童边说边大哭 元天师 叶凡心头疑枕 这个诅咒难以打破 时隔这么多年 一位差一步才达到这个境界的人 晚年也发生了不祥 让他心中大动 神算子神伤 在这个世上 有些话真的不能乱说 不然会遭大难的 您那位高祖 推演出元天师晚年的种种秘密了吗 您又曾泄露过什么天机而要遭大劫呢 几个人都很迫切 我忍耐不住寂寞 推演过古之大地的秘密 自是惹出了大难 呼呼的一声 他的话语一落 天地间一声轰鸣 一道巨大的雷点 从天而降 批毁了茅庐 原地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无比的吓人 两个孩童吓得大哭 像是受惊的小鹿一般颤抖 相互抱在一起 可怜兮兮 神算子笑了笑 看到了吧 我的大恶难快到了 随时会应结 像是看透了世间的一切 仰望向无尽的天空 几个人一阵发毛 望向地上那个巨大的黑洞 而后面面相去 这可真是晴天一声霹雳 诡异而神秘 让人心有余悸 茅屋被毁掉 消失了个干净 只留下一个连向地底身处的漆黑洞穴 神算子早已看透生死 仰望苍穹 那里藏着无尽的秘密 他尝出了一口气 终究要解脱了 结束这一切 古之大地都早已死掉了 世上有充足的证据 然而他们所涉足的境界与领域 却有无尽的移密 早天蒙蔽 神算子刚才不过是提及了一句而已 并未泄露什么天机 就有了这番可怕的后果 还真是让人敬畏 叶凡想到了天节 那些如古天庭一样的宫阙 以及人形闪电 这可真是让人瑕疵无限 祖师 你不要丢下我们两个 两个孩童站在神算子身边 摇动他的手臂 小脸上写满了惶恐 你们两个是半生在一起的灵童 一男一女 一阴一阳 可相互化剪恶难 将来只要不涉足禁忌天秘 神算子很慈祥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 他自知命不久矣 难以逆天生存下来 让叶凡等人好生对待两个灵童 称将来对其有大意 神算子 托孤若是传到外界去 一定会沸腾 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势力 会打破头颅争抢 两个灵童未来会成为神师 能掐会算 推演天机 老瞎子心中一动 对方将两个灵童托付给了他们 想来是算出什么 不然不会如此 神算子闭目 你们是想问人吧 此乃小道 算不得泄露天机 我帮你们占卜 当听到庞博 吴中天 东方爷等人的名字后 他开始推演起来 庞博身在仙境 正在历经种种幻节 闯过去将有一场大机缘 让得知这一消息的叶凡惊喜 东方野身在炼狱中 宝经魔力 退一步死 闯过百官生 置身死地 想要生还 需要铁一般的心性与毅力 这让人们发呆 一个在仙境 一个在炼狱 这可真是极端 不过都是在遭劫 需要度过去才能生还 土飞而今无命 会死伤几千年 将来难有故人见到 听闻这一则消息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尘 世上最悲的就是生死离别 刘寇死了 再也难以出现在世间了 让人一阵岸然 无力去改变什么 当推演小楠楠时 神算子竟然算不出来 他没有过去 一无将来 人生诡计一片混沌 神算子号称算尽世间时 但此时却束手无策 根本不能悟悟透其中因果 当场就冒出了冷汗 这个人不能算 而后他瞬间变色 张口吐了一口星红的血 打湿了道袍 快速切断了天机 如臂鬼蛇 无中天与江淮人还有命 身在牢笼困局中 将来终有相见日 让人尝出了一口气 道长 你帮我算一下 什么时候正道成皇啊 大黑狗脸皮太厚了 凑上前去求仪卦 神算子微笑 遇仙时 你什么意思啊 连仙都遇到了 我成皇还有毛用啊 大黑狗气愤 这个世上哪里有仙 这分明是说他不能正道 老爷子啊 我将来有多少妻妻 三宫六院太多 我可忙不过来 历天一脸热切的问道 神算子说 一人足矣 啥 这不是坑我吗 话可不能这么乱说啊 你是说我只有一个正妻 还是说我一个人足矣啊 历天极眼 千伯 我只想问你 我能否踏上归城回到故乡 叶凡郑重的问道 嗯 能 神算子点头做出肯定的回答 但仔细思虑后欲言又止 千伯 你想说什么 叶凡问道 有些事往往能料定 开头却算不中结局 他怕有什么变故 时间不会太久远 到时你自知 神算子说道 他只能说粗算 不然道出未来细则 就算是泄露天机了 终于到了离别时 这对小兄妹哭得稀里哗啦 悲伤欲绝 舍不得神算子 死死的抱着他的手臂 不肯松开 原已尽 如那夜终要凋零 如果有轮回 千百事后 我们还会相见的 神算子轻声说道 将盗天树烙印在他们额头掀台内 最终 一夜凡他们抱走了两个孩童 对神算子施了一个礼 离开了这片大山 在他们离去不久 一条闪电 屁下 管通了天上地下 将那里淹没 他们全都呆住了 什么 这还是闪电吗 仅有一根电芒 却比数十座大山合在一起 还要粗大 从天穷一直连到地上 并不消散 恐怖无边 一字闪电 老瞎子神色凝重 遥望那里 这一领域的人都想抓那个一 却是不可能的 临终或许可见 明了一切密 他们知道没有奇迹发生 神算子是不可能一天了 难以活下来 为了给两个孩子留下一个希望 他们毅然横堵虚空而去 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一夜 祖师爷爷 两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伸出小手向后抓 但却什么也不能把握住 他们并没有立刻回天之村 而是在中州许多地方都拽悠了一番 想让两个灵童平静下来 最终 他们横堵而去 回到北域 这是一片绿洲 草木丰盛 生机盎然 十几年前 张五爷他们在石寨迁到了这里 而今 石寨中的人们生活富足 早已不像过去那么劳苦 一切都很平静与祥和 几个月前 约定在这里相聚 李黑水已经先到了 被张五爷拉着好饮不断 多年未见 老头子明显苍老了不少 当叶凡他们到来时 石寨是一阵嘈杂 许多村人都围了过来 夜晚的篝火堆钱 到处都是人 酒肉飘香 跟过年一样热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中国人的金谷 就像 pell煤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